嗯 嗯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 專業的外送水千千 身為一個各大外送平台 通通都有會員 每天至少會在外送平台 至少點一次的人 不知道大家開啟外送平台的時候 有沒有好奇 究竟價格很貴的餐點跟平價的餐點 怎麼有種就是要推薦的感覺 價格很貴的餐點跟平價的餐點 它送來的時候 它從外包裝到內容物 它的落差會不會很大呢 今天就要有一個專業的外送水千 開箱給大家看 首先第一道是牛排最貴跟最便宜 哇 由於牛排這種東西就是會有溫度的差別 所以我們就先來吃牛排 這個是老乾杯的 價格是1352 然後這個是人 紅 人蟲種是232塊 而且我們要統一規格 因為老乾杯它只有7分熟 所以人蟲種我們也是比照7分熟 首先我們先從平價的開始 這是一個大家常見的這個幾兩的塑膠袋 牛排 它還有飲料 玉米濃湯 還有麵包 哇 它製的東西超多 其實我第一次吃人蟲種了耶 我們的後切雪花沙朗牛 哇 看起來就是還不錯 欸 你們知道其實我現在桌子超醜的嗎 這 配得到是不是 第一個蛋就是要先吃牛肉了 先來吃一下原味 嗯 就是夜市牛排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比夜市牛排的味道還要再比較有嚼勁 但是又再嫩一點點不 但是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說 這個肉的口感跟它的味道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喜歡吃夜市牛排嗎 我自己其實超愛的耶 其實我現在有點害羞 通常在拍的時候 我的鏡頭前面就只會有鏡頭 跟這麼多人這樣子看著我 我真的是突然又有一種在外部拍攝的感覺 讓我離開了 不要這樣子 欸 它這個還有放蔬菜耶 我覺得好像還OK 200多塊我覺得還滿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吃比較有嚼勁的牛肉 但是咬一咬之後 突然就覺得有點厭世 不知道為什麼 來感受一下 夜市牛排玉米濃湯的味道 它其實看起來還滿有誠意的 因為我之前有一些夜市牛排的那種玉米濃湯 透明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有… 有喔… 很甜耶 來配一下它給的香蒜麵包 我好像比較少看到醋這種的 它的香蒜麵包還滿好吃的耶 算有香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 比較平價的這個外送啊 有兩家在選 妳就這兩家常在哪 人蟲種的話 它是店內的話 就是有麵包吃到飽啊 然後飲料什麼的 跟大家說 我們每邊的口味都特別 所以大家就聽一下這樣子 嗯 反抖的味道 它旁邊很橘耶 這是合理的嗎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符合它價格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需要CP值 手高的話可以選它 我自己覺得還OK 接下來就是這個 1352老乾杯的樂眼牛排 你看這個袋子有多漂亮 來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今天1352的樂眼牛排 身為一個熱愛和牛的人 雖然說這個打開看起來就是 稍微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的落差有點懸殊 但是沒有關係 這是我覺得1352的那種包裝 是不是又那種木盒 還是我們吃的看起來會比較厲害 七分熟的樂眼 牛的卡車片 嗯 就是要這個口感 好啦 我就可以接受啦 那外送的牛肉 是不是會很擔心它會不會很乾 但因為它是和牛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咬下去 還是會有啪啪的感覺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跟你說真的有差啦 你還說是不是 它的肉味很夠 很夠 因為剛剛人從這個 我們先冷靜一下喔 它兩個這樣為什麼 怎麼連冷掉都這麼香呢 什麼情況下大家會點這個啊 因為通常吃這個 應該要在店裡面吃吧 女朋友其實根本不會下廚 但他要準備足夠晚餐 他就點一個這個 好像有點道理 又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上輩子是不是跟和牛結婚啊 你看我愛和牛愛成這樣 那那邊生菜可以吃嗎 不行吧 那被吃耶 不知道嗎 妳要吃嗎 對 吃完之後我覺得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我兩個其實都滿推薦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要點一三五二的老乾杯 我還是推薦大家到店裡面吃吧 但我覺得目前吃下來我覺得就是 就還OK 各自都有各自的價值在 對 好 下一個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鰻魚飯了 那我們今天點了兩家鰻魚飯 價格呢 我覺得差滿多的 首先是219塊的Sukia鰻魚飯 另外一個是千售 千售的價格是800塊 曾經的無菜單料理 曾經的南丁味 不知道到底吃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我本來Sukia最喜歡吃的是它的青菜 因為很油 然後它有附這個七味粉薑絲跟是什麼 灑 好 沒關係 我們先這樣 我覺得我們人生不要太糾結於是 這個其實在Sukia來說 它價位算偏高的單品耶 因為Sukia的東西都 好 這塊看起來很大塊耶 這個鰻魚 先翻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另外一面是長這樣 先來吃單純的魚肉本身 還好耶 算是鬆軟 鹹度不會太高 你吃得到魚本身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土味 我其實很少吃鰻魚飯 只有我之前跟邰哥聊天的時候 他就一直問我說 你有沒有喜歡哪一家鰻魚飯 我想說 感覺應該要去深入了解一下鰻魚飯 但吃的是呢 就吃到某一家 很受歡迎的鰻魚飯裡面吃超多 我後來就是再也不敢吃 因為我很怕卡喉嚨 這到底什麼東西我來打開看一下 這是一個香料 它叫什麼草 薰衣草 不是 是不是 三椒… 不要撒太多 但你喜歡包子 哪有 那明天還剩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子 就桌邊有什麼調味料 就跟你講 全部都倒一點點 沒有 比較加分就還好 但我覺得沒有吃這間是很加分 我說到這個 台北開第一間Sugia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還住在信義區 大概湧村站的時候 機車騎了20分鐘 然後吃下去的第一口 就原來這就是日本的味道 你怎麼剛畢業就住信義區喔 好厲害 欸 永春站耶 好奇怪 很像有炫耀人 欸 我很會轉眼 我學生時期的時候可是越 吃完了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感覺就是 跟人重重的感覺有點像 它就是普通 你不會覺得Oh my God也太好吃了 不然吃…但吃了也不會生氣 接下來就是我們800塊的千獸 蠻重還是蠻重 我跟你講我現在非常最期待的就是它 我們先把它上面 你看它上面還有放這個 鰻魚醬跟它的油馬山椒 而且你不覺得這店名有個千 聽起來就會特別的厲害嗎 就像千尋千千千收 哇 你看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整個紙盒跟這個白髮 中間還放了一個妖峰 整個看起來就是高級感耶 哇喔 不知道味道吃起來究竟是怎麼樣 但它首先賣相看起來就是超級好 這個玉子燒中間是不是也是放蠻魚啊 唉唷 是喔… 你看你看它這個中間 它沒有再給你隨性喔 這個玉子燒的味道 中間那個蠻魚味道有點重 我們先來吃這個正中的好了 原始的蠻魚的味道 它這個蠻魚看起來的感覺 跟剛剛吃鯉魚醬的比較不一樣 它好像看起來又再蓬鬆一點 它還是有一點點土味耶 但它的邊邊冷掉之後咬起來 就有點不濺 但是還是感覺到那個微微酥酥的口感 它比較吃得出來魚肉本身的味道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還OK 它算是甜鹹味沒有很明顯的那一種 我覺得它是想要強調那個蠻魚本身的味道 而且它米飯真的比較好吃 它咬起來的口感沒有濕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滿加分的 它們戳進去自己停頓一下 什麼意思 來沾一點這個油馬三角 我覺得加得滿加分的耶 它那個小罐還是什麼 啊 蠻魚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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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快吃完了 蠻魚醬在這 我覺得它是想要強調那個蠻魚本身的味道 我把它全架好了 這個淋在飯上 來喔 太鹹了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願意多花一些錢買800塊的嗎 我剛剛有蠻魚醬的 你呢 我也是蠻魚醬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差距 不是 這就是我們的差距 我們只是射處而已 太鹹了 太鹹了 我很破癢 就可以快轉 你們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會減 什麼意思 但我剛剛吃到一塊 它可能沒有沾到那個任何的醬汁 它就這樣放著 超級酥的 又酥又香 好 吃完了 我們的千壽跟我們的Sugia的鰻魚飯 我只能說桂有它的道理 因為它的鰻魚的口感上真的是比較豐富 但我覺得兩間吃起來都有一點點的土味 如果大家要吃的話 可以吃吃看前收 因為我覺得它口感 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而且它配料也還滿豐富的 好 下一個 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樣了 就是我們的海鮮丼了 滿著爹跟我們的Sugia 這價格將近十倍 首先先來看一下評價的究竟是怎麼樣 因為我本身是滿喜歡吃生魚片的人 壽司長我還認真沒有點過它的外送耶 哇 160塊長這樣子 這樣就還滿160塊的 因為一罐壽司大概40 4、3、12、4、4、16 4罐壽司 4種壽司 好 我們先來吃 先來吃花枝好了 它這個花枝還有切過 你看 一邊是領格 我一邊是斜切 超煩 不要勾 新鮮的花枝有帶一點黏黏的口感 然後軟中帶Q 我覺得還OK 就是回轉壽司會有的水準的 水準的花枝的味道 而且它的花枝算滿頂的 我是說平價的回轉壽司 醋飯也還OK 而且它這個鮭魚是 有比較肥一點點的那種鮭魚 很肥 優質很夠 而且吃起來是新鮮的 鮭魚です 它的鮭魚口感也滿好的 這目前三種評價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項耶 我覺得160塊是要這種水準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點點超乎期待 它是榮燈我今日評價 三家裡面的第一名 但你才是最便宜的嗎 對 還是最便宜 對耶 瞞著爹是我人生剛上台北的時候 在我心目中 台北高級的店家的其中之一個 我現在人生第一次要吃它 居然就是吃外送 首先 它很貼心 附上有這個冰塊 怕你的壽司給它失溫了 這點非常的貼心 再來就是 哇 你看看… 它還幫你做這個… 這個包起來這個 它很用心耶 我們來試看一下喔 而且它的 哇 它海鮮的料超多 哇 哇 它看起來跟剛剛的等級完全不一樣耶 它讓牡丹下一整支躺在那裡 看起來莫名的很厲害 不知道為何 先來吃吃看這個 它的海膽 不會臭 但甜度沒有到很高 我覺得就是OK及格的海膽 它上面包的真的是紫蘇啦 你看它這個 一點一點黑黑的那個 我們先來吃這種白肉好了 它的口感是嫩的 然後有那種魚的 很淡的那種清甜的味道 但是醋飯我比較喜歡壽司狼 接下來來吃一下這個 鮭魚的食 而且這個鮭魚很肥 跟剛剛壽司狼比起來 這個又再更肥了一點 油脂非常的多 口感非常的嫩 甜度也比剛剛高非常多 而且你整個口腔都是那個 鮭魚的環繞住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有加那個紫蘇的味道 所以你吃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的膩口 而且它這種方法其實還不錯耶 就是你每挖一口 看起來都很像握手似的感覺 吃一吃會想要去店裡面吃吃看耶 這個是鮪魚 而且它這個鮪魚的部位 是那種油脂比較多的 比較貴的部位 我覺得它的那個鮪魚好吃 它應該在那種中腹或是大腹的位置 咬下去就會有點那種入口即化 有點像和牛的那種感覺 剛剛吃到的那個花汁它是有炙燒過的耶 炙燒的味道整個有味變的感覺 而且它香氣非常的夠 這個是鮪魚新鮪 它那個香氣比前面的好 嘴巴沖刺的那種炭的感覺 我就很喜歡 我剛剛講說蟹膏下面是蝦子 結果它是螃蟹耶 好高級喔 它那個蟹膏味道超濃 它竟然還有留一根那個耶 留一根這個怎麼了 很有Feel 這個是嗎 它這個蟹子燒 應該是用那種海鮮的汁下去煮的 所以它吃起來有那個魚的鮮甜味 甜度還滿高的 它母燈蝦很好吃 很甜 外軟 內Q的那種新鮮的口感 還有你看這個干貝 這是算大顆的干貝 就干貝 非常罪惡的一口 海膽 然後再加上紫蘇葉 再配上鮮魚卵 吃完了今天的外送同品項 最貴的跟最便宜的 我覺得全部吃下來 老實說我覺得某一些 其實貴有貴的它的價值在 因為就像那個牛排的部分 人從中它就是平價 然後它的品項又非常多 但是呢 另外一款老乾杯 因為它畢竟是和牛 所以它其實物有所知 就是它本身食材就會比較偏貴一點點 但是全部吃下來 我個人呢 最想要去店裡面吃的就是蠻折爹 因為直到現在我還沒去吃過蠻折爹 但是我剛剛吃完之後 就覺得好想去店裡面吃吃看喔 然後我今天整體吃下來 我自己不管是評價還是貴的 我覺得比較推薦的應該都是 海鮮的這一個評價跟貴的 因為其他品項可能本身比較沒有中喔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比較還好 但海鮮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壽司長它160塊 可以吃到這種等級位置 我覺得已經算還OK了 然後蠻折爹是一個 因為我覺得它的細節處理的還蠻好的 所以以至於我會蠻期待去店裡面吃到的感覺 欸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你們在外送平台點過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可以分享給我 因為我其實也蠻好奇大家為什麼會點它 跟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點它 還是你只是單純你是rich people 所以你覺得 Esan Bali沒有什麼 我就是一個點來當個午餐的便當還好的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就先這樣子了 各位 掰掰 要記得點讚喔 去不去知道 為什麼油馬三椒聞起來很像烏美的味道 這什麼嬌羞的聲音 欸 這個可以賣去給 這很像在BLG會出現的 哈哈哈哈